我覺得最合理的可能性 就是在美國的指導下 賴清德完成了這篇稿子 所以您跟這個 劉國昇主任的看法是一樣的 我覺得我的判斷也是如此 因為不要忘了在10天前 就是5月10號左右 美國突然間由AIT的主席 羅森伯格還有他的朱青 在聯合國裡面提出 2758號決議 台灣地位未定論的 這樣的一個說法 是在聯合國 在賴清德舊子演說前先吹風了 吹完風沒有多久 這個美國駐日的大使叫埃曼劉 跑到了雲納國島搭了軍機 坐了美國的軍事的飛機 跑到雲納國島的民用機場 在那邊眺望著台灣 那意思也就是台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那也就是基本上來講 台灣跟大陸 台灣跟日本的關係是分開的 那如果說兩岸之間爆發戰爭 日本也要下來打 這就是一個代理人戰爭 美國會推到後面 由台日跟中國大陸打 因為台海之間發生戰爭 一定會把這個雲納國島 石原島都捲到裡面去 所以琉球群島也會捲到裡面來 因此那也就是一場 中日之間的矛盾跟衝突 這些不玩舉了以後 賴清德就講話了 賴清德的講話 其實不用我們台灣來做解釋 我們來看看他講話的對象 那就是中國大陸了 中國大陸我也不談學者怎麼定義 因為學者表達他的意見 最主要的還是有權力的 掌權的 有決策權的 有執行權的人 國台辦也好 或是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也好 他們很明白的都已經界定了 已經定義了賴清德就是台獨 這定義了 定義得如此的明確 所以定義的 這麼的明確的情形下的時候 美國的國務院還 或者是美國的媒體 還說過關了 表達善意 這個如果不是太天真 就是故意裝天真 要不就是故意裝可愛 但是這個很明顯的就是 他們自己也知道沒有過關 他們自己也知道麻煩 也就是兩岸未來四年麻煩了 中美未來四年麻煩了 為什麼 因為大陸很明白的 我們已經可以很篤定的說 大陸已經很明白的 跟美國一定是對抗了 不可能是說 因為習近平已經直接講了 中美的關係回不到過去 可是回不到過去 本來是想管控 不要再往下走 但是看起來是 還會繼續往下走 耿爽在聯合國就發難了 耿爽在聯合國裡面 就批美國 就直接點名美國了 就是說俄物的戰爭 其實就是美國一手策劃的 俄物的戰爭 美國就從中得利 俄物的戰爭 就是美國要讓它拖延下去 一直來獲利 所以整個俄物的戰爭 其實美國才是後面的操縱者 直接講得那麼的明白 而且是在聯合國大會 講得那麼的明白 全世界的媒體 都在報導這件事情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就是指的美國罵台灣 指的美國罵俄物 也在指的美國罵台灣 說你就是要把台灣帶入戰場 所以我個人的推斷是 中美的關係 會更尖銳的對抗 不管是經濟方面 科技方面 軍事 而且央視馬上報導 他們的 中國大陸的一位飛行員 而且是露臉 有名有姓露臉 由央視來做官方代表 這代表說 你美國可以出來否認 那出來否認什麼 他就講在南海 美國四架戰機 對中國兩架戰機 而你還開了火線 中國大陸一樣把你趕走 那你臉丟光了 直接打你美國 那就看你美國出來否認 我想請教亮哥 就是這一篇稿子 您知道是誰寫的嗎 賴清德總統的 就職的演說 這是第一個問題 由美國人來知道嗎 美國人真的覺得 已經過關了嗎 還是就像賴老師講的 太天真 賴清德這個就職演說 很巧妙的局限在 對現狀的界定 他不說他追求什麼 他只講現狀是什麼 所以他就可以說 我維持現狀 可是我認為的現狀是什麼 他認為的現狀 是很有問題的 比如說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如果互不隸屬 為什麼不是外交部 對外交部 他都沒有提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 為什麼會有陸委會 對國台辦 為什麼兩岸事務 在立法院是歸內政委員會 你沒有解釋 這個東西不能夠說你講了 就是我們所理解的現狀 所以為什麼蕭旭成第一時間 跳出來說你違憲 因為你這部分真的違憲 不然你把陸委會 裁掉 兩岸事務以後歸外交部 你試試看 你為什麼做不到 對不對 還有第二點就是 他基本上幾乎就是 競選綱領了 因為他最後做了一個結論 所以以後你即使同意 中國的所有條件 你還是被併吞 所以未來我們要做的 就是反併吞 互主權的運動 所以這個已經開打了 2026 2028 就是要打這個議題了 這個國民黨當然也是反對的 所以我覺得不要執著於說 什麼國家名稱 那個不是重點 因為坦白講 韋翰講得對 滿久都講過 而且我去查徐國勇的臉書 說台灣是我們的國民 這件事情不用拘泥了 不用拘泥 因為滿久也講過 滿久也講過 對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台灣 台灣是我們的國家名稱 滿久2012年講過 徐國勇在2017年就講了 因為韋翰的記憶特別好 又把他講一次 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兩個 第一個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真的在憲法上 沒有特殊關係嗎 是互不隸屬嗎 如果是互不隸屬 就是兩國論 那你就要改變現在的狀況 你應該把入合會裁測 你應該把兩岸事務 改歸立法院的外交委員會 為什麼你不做 第二點就是 你憑什麼去認定說 台灣只能反併吞才能互主權 因為這個跟你前面的邏輯 是有關的 因為國民黨是認為 兩岸是一個模糊的一中憲法 所以我們現在談的是 怎麼並存的問題 國民黨的理解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這個政治性太高了 那個就職演說不應該這樣 你覺得他的政治性 在就職演說裡面 這個展露無遺 蔡英文不可能這樣講 蔡英文其實沒有這樣講 而且他沒有講到憲法 他也沒有講到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這個部分他都完全沒有提 賴清德總統 他昨天的就職演說 中國大陸的反應其實不出意外 就是兩國論 新兩國論 然後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但我是覺得 比較像是華獨而不是台獨 因為一般大家都會講台獨 就是民進黨搞台灣共和國 制憲建國 可是賴清德總統 他延續蔡英文前總統的論述就是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國互不隸屬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論述 沒有錯 這個在我們憲法上面 我們台灣的專家學者 大家看法就不一樣 可是他不是新的 因為是2021年的10月10號 國慶日 蔡英文前總統就拋出了 所以他是延續 蔡英文前總統的說法 然後在競選期間也這樣講 他確實得票不高 40%可到當選了 所以他還是那個賴清德 他還是那個200多天不肯進 這個台灣市議會臭脾氣的賴清德 為什麼 因為明明你可以把調子放軟一點 然後恢復到這個一中憲法一點 路過可能6月就可以來了 然後大家都覺得說 他可能會使用核電 你看這個通子也講了 但沒有一個他會妥協 看來核電 因為我也跟大家講 我的理解他可能根本不會用核電 大家以為說 那不是郭智慧這樣講嗎 沒有 兩岸他也踩到底 舊子眼說就直接給你踩到底 不但是沿用蔡英文的中華民國 與中華民國互不隸屬 他還告訴你就是 基本上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跟中華民國 都是台灣的通稱 可是他們要修憲 所以我剛才講了 這個基本上嚴格來說不叫台獨 不是大陸一直以為的民進黨的 孤寬敏派的那種台獨 就是台灣共和國 他是直接用中華民國憲法 可是他解讀是什麼 中華民國憲法是全體中華民國 以外的中華民國的國民 中華民國的一中憲法 14億的同胞也是中華民國國民 只是我們現在沒有他的治權 可是這些人1990年以後 就沒有投票權了 所以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 就不會來自於這14億人的授權 只有台瓮金馬 所以台瓮金馬的這一群人 就是現在目前中華民國的存在 那他沒有要改國號 改國名 改國歌 昨天一個台南網友寫信給我 國民黨支持者 我問他到底是什麼支持者 他說他在台南 台南的國宴 賴清德所有現場都是國旗 以前大家會懷疑 我是說有這種 國民黨你要回過頭來看 就是當民進黨在過去 蔡總統這8年加上在賴清德 往中華民國靠 也有中華民國國旗 然後也唱國歌 你還在那邊等說無黨所用 他不會唱吧 他還是唱他早就唱了 賴清德當四年的副總統他都唱 的時候 他往中華民國靠 可是國民黨卻在一中憲法的架構當中 失去了一些台灣派的票 就民進黨多了中華民國派的票 而國民黨沒有擴展台灣派的票的時候 選總統的時候 會吃虧 昨天剛剛在講了這麼多的論述當中 我比較在乎的是什麼 是布林肯由AIT所發出的聲明 剛剛主持人給大家看一頁 他有兩頁 他另外一頁是這樣寫的 他故意嗎 我不懂 他講台灣第五位的民選總統 也就是1996年之前他不算了 對不對 他只從1990年民選總統 之前他不管 然後他用台灣總統 有沒有 台灣總統就職 所以在賴清德講出了 這樣的論述情況之下的時候 布林肯還親自透過AIT 發喊去祝賀他的時候 我不懂 因為我不是國際專家 可能賴老師跟亮哥比較懂 可是至少他現在看起來是 美國是支持這個新政府的 那他確實踩到底了 可是你嚴格的去分析 他並沒有要把現在目前 中華民國的憲法可以排除 亮哥講的那是最重要的核心 陸委會還在 所以昨天所有單位講的最保守 就是陸委會 只有請對岸重視中華民國 他根本沒有把中華人民共和 跟中華民國互不離主 這種話講出來 可是總統已經講了 那可能我也大概理解 為什麼找邱崔正當主委 就是未來的兩岸就是 賴清德總統來決定 而不是那個陸會主委 他的方向就是 要把中華民國台灣 甚至是台灣 還有中華民國派的人 都拉到民進黨 那國民黨如果一直來覺得說 我們跟大陸是 有一天要未來的統一的 那民眾就做選擇 四年後賴清德有可能輸 我覺得他們就是做出不同的論述 沒有要跟中華人民國合為 未來的一國 我個人是覺得 賴清德確實是踢到鐵板了 我覺得一開始的時候 開局這個球就打不好了 我坦白說 我對未來四年我是悲觀的 我完全沒有樂觀的條件 跟可能性 我也在做比較壞的打算 坦白說 因為我覺得 什麼樣壞的打算 你要有避險 因為我們做很多事情 你經濟上要有避險 我們在股票也要有避險 政治上也要有避險 因為我覺得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 是中美之間的問題 已經不是兩岸之間的問題 我的觀察是這樣 大陸現在的準備 其實是針對美國了 已經不是針對台灣 因為他要處理台灣 如果我自己學軍事的 我的估計處理台灣是很快的 一點都不困難 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我的講法是說 用軍事方面處理台灣 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這第一點 有人認為 因為蔡英文 他在接受BBC的訪問的時候 他認為說 這會影響大陸的經濟 可是我很客觀 他認為對岸要付出代價 我覺得代價不大 因為如果說是在台海之間 發生戰爭的話 就相當於美國去攻打 伊拉克的這樣一場戰爭 美國打伊拉克 伊拉克的海山還是60萬大軍 國土面積這麼大 然後軍隊60萬這麼的多 但是一個月內打掉 而且他還跨海 因為土耳其不讓他接到 然後沙特不讓他接到 所以他唯一能夠進入伊拉克的 只有那個最狹窄的科威特 從那個地方上去打 一個月內打下來 一點困難都沒有 因為軍力反差很大 其實兩岸之間軍力反差很大 如果要談無人機的作戰 大陸的無人機幾十萬架上百萬 但因為它是全世界供應量90% 都是大陸在製造 所以如果要打一場 因為我覺得戰爭要改變一個概念 所以如果說要軍事來打的話 坦白說這個真的是不難的 一個問題的處理 可是以大陸的現在的目前來看 他的對象是美國 他跟美國的較量是經濟的較量 科技的較量 國際政治 地緣政治 其實現在已經到最後的一個關鍵 就是軍事力量的較量 大陸現在在準備的是 在東海地區的軍事力量較量 一旦他大量超越美國的時候 我覺得在處理軍事 用軍事處理台灣 對大陸來講就簡單多了 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要不要做一個球 讓大陸來打 來處理 你覺得賴清德有在做這個球嗎 我覺得賴清德的演說是失敗的 是錯誤的 因為他已經加深了中國大陸 本來彼此之間就沒有信任 就是大陸不信任賴清德 賴清德也不信任大陸 彼此之間都不信任 如果我們要緩和兩岸的局勢 那就要從小信任開始做起 小信任一般來講 就是先釋出有尊嚴的善意 有尊嚴的善意也就是說 我不要在這個框架內多走一步 我甚至在這個框架內 那麼緩和一步 這也就是我們常講的 有尊嚴的善意 可是賴清德不是 賴清德是在這個框架內 多走一步 因為連蔡英文都會提的 兩岸關係人民條例 連蔡英文會提的 賴清德是完全都不提的 中華民國憲法 我覺得在這樣的情形下 把台灣的次數故意講這麼的多 一直不斷的講 不斷的講的時候 然後一直在講 台灣是我們的名字 你不要忘了 當時賴清德最常講的就是 台灣就是我們的名字 所以我常常會講 這個台南就是賴清德的名字 為什麼說台南就是賴清德的名字 因為賴清德不叫賴清德 賴清德叫台南 台南叫賴清德 這個是胡說八道了 因為我大概胡說八道 我想中華民國就是我們的國民 沒有別的國民 你覺得這個賴老師這麼 我補充兩點 擔心 我認為不會迅速走到軍事局面 可是基本上他這個 就職員說已經 這四年要互動已經非常困難了 這是一個事實 你覺得一點點善意都沒有嗎 完全沒有 你覺得完全沒有 我跟你講他的用詞 我舉例 他的用詞是中國 我們希望中國應該正視 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你怎麼會講出這種話 蔡英文一定會寫成說 我們希望北京當局 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這差很多 你怎麼會用中國 這個到底是誰幫你撰稿 寫成這樣 所以我剛剛就在問到底是誰 我再舉例 蔡英文2021年國慶 講了四個堅持沒有錯 第一次出現是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互不隸屬 可是之後他不這樣講 之後他講兩岸互不隸屬 因為他知道講太過了 因為他是學法的 因為兩國互不隸屬 跟兩岸互不隸屬 是不一樣的 兩岸互不隸屬 可以是管轄權 所以他有模糊地帶 蔡英文懂 所以蔡英文他後來都是講 兩岸互不隸屬 結果你把話講到這個程度 這樣怎麼 沒有空間 而且他把中國要正視 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他講在我們先從旅遊開始 這個是講在前面 這個好像是變成前提 人家是開個小門 希望你從馬祖開始 從海峽號開始 從福建省先來台灣旅遊開始 他是避開政治前提 結果你把政治前提搬回來 怎麼會有人這麼笨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論述簡直是 就是一個完全不懂兩岸的人寫的 還是其實賴清德 本來就沒有想要跟兩岸 對岸有什麼交流或是交往 我認為不是 你覺得他不是 是寫稿的人 不懂兩岸 不知道人家會這樣解讀 那就表示你真的不了解兩岸 事實上我知道的兩岸專家 都是我這種解讀 包括張春山老師 很多 不是只有我 其實賴清德總統他的說法 簡單講 因為我們剛剛也談了一段 就是兩國論 而且他把它講得更明白 你也覺得是兩國論 不是覺得就是 因為他已經告訴你 中國要正式中華民國 所以表示你是中國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這邊是台灣 國號叫中華民國 稱呼可以是台灣 可以是中華民國 或中華民國台灣 然後大家可能會覺得很荒謬說 那這樣是怎麼樣 為什麼昨天股市會大跌150點 都是相關的觀光類股會跌 如果我今天是觀光產業的人 我都知道沒了 怎麼可能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六月還會有互動呢 所以他必須承受 就是未來四年可能兩岸就是 斷線斷交流都沒有了 可是賴總統選擇的就是這樣 這是他要的嗎 不是 他要的就是國家定位 切得非常清楚 我再講一次 就是兩國一中一台 或者是我們是 或者是兩中 兩國兩中或一中台 就是這個選擇 沒有統一選項 以賴總統的說法 可是其實四年很快 四年後就要再選舉一次 反併吞 對 他就是 因為他這個部分的說法 其實我認同 因為大陸沒有給我們共融的選項 比如說以後大陸 也用中華民國的制度去選舉 看起來就只能當一省或特區 然後就是我們只能變成是香港 或是比香港更好 台灣民眾必須做選擇 他的經濟發展會是好的 因為大陸現在經濟體強 可是人民生活方式會不一樣 人民就要做選擇 每一個人的觀念跟感受都不一樣 選擇不同 可能在大陸覺得說不錯的 我其實覺得說 在大陸的一部分 也是在聯合國安全理智會裡面 一部分的 兩岸不要打仗 變成是同一個中國 或是邦聯 願意做這樣選擇的人是有的 但也有人覺得不要 台派獨派的人很不要 所以他現在只有40% 他做這個事情下去之後 就會變成是 四年以後再選擇的時候 就看看到底會變成怎麼樣 我很快把他拉回來 再跟他講一次 2017年他其實就這個態度了 只是當時大家沒有理解 他在上海2014年講了 就是台獨是選項之後 我也問過他 你的論述是什麼 我能理解 賴清德的想法就是 台灣就是台灣 中國就是中國 只是台灣的這個論述 現在他把它叫成中華民國了 就是大家有人講說借殼上市 所以我才講到他搞的不是台獨 是華獨 是中華民國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 這兩個國家 他當時講的親中愛台 有人到現在為止 過了那麼多年 我那時候看廣階兄 還在醫會講說 你說要親中愛台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是務實台獨工作者 在我看來 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是另外一個國家 跟我們台灣沒有在台 但是因為很近 所以我們要相親相愛 當個好鄰居 所以我要親中 但是我愛台灣 台灣現在目前就叫中華民國 名稱可以是中華民國台灣或台灣 所以這樣的論述的方式 就是大陸就認定 你就是在搞一個讀 不管是什麼讀 他怎麼可能跟你 還讓什麼觀光客來 所以未來四年就會嚴峻的 會是最大的風險是打仗 但你必須承受這四年 就是完全不交流 而且沒有觀光客會來 到現在都還沒表決 有 已經表決一條過了 才一條 今天總共有50條 所以有人就說 韓國瑜一定要在意識上 做一些處理 比如說各黨只能夠推派 一個人或兩個人發言 不然你怎麼逐條 你要逐條要表決 那50條 如果是禮拜五那種處理速度 我跟你保證絕對處理不完 禮拜五處理7條還是8條 有過 有過的 7條還是8條 所以這個就是 我覺得 這個關鍵還是韓國瑜 就是他認為這個還可以耗到 禮拜五 就是另外一個五二嗎 那就等於是要表決四天 這樣對他比較好嗎 還是對國民黨比較好 因為我認為距離 今天因為昨天是賴清德就職 所以今天大家不好做太激烈的動作 因為現場有掛一個條紙你知道嗎 什麼條紙 今天風光登記今天民主駕崩 誰掛的 國民黨掛的 國民黨掛 所以你總會不好意思 所以今天大概動作不大 可是到了禮拜五 大家就忘記就職了 那就開打了 就開打了 然後外面的群眾也會比今天更多 那你到最後 坦白講禮拜五再一個五二了 我認為群眾會越來越多 因為與綠營的宣傳動員 還有抹黑你的實力 人群越來越多 你會越來越難處理 所以你覺得韓國瑜應該趕快 就是今天 就今天就把他幹到底 對 而且不要到12點 到半夜 到半夜 一定要今天結束 就把所有的這個 國會改革條例 全部通通給他審 一定要今天結束 不然他後面夜長夢多 來 維翰 這個就是 我跟亮哥看法最大不同的地方 當然我覺得亮哥講的 也許是對的 但是只是如果就要硬推的話 退得快 其實老百姓對於五大改革法案的解讀 能力會比較低 這時候民進黨講說你是黑箱的 說服力就會相對高一點 可是沒有黑箱 那沒關係 還有很多法案又來了 對 因為我們今天在場 不是評論員 就是學者專家 你是主持人 我們對實事的關注 比一般民眾高 但民眾其實他基本上 每天忙於忙碌的時候 他看到你 就在那邊 然後也不能怎麼樣 變舉手表演 他有很多東西會讓你覺得說 何必這麼的快速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押柏葉路的時候 是用那種有沒有 慢慢的車 你看李四川副市長在押路 慢慢的押 就押得很平 很完整 本來副昏期總是希望520之前 現在520也已經過了 其實我覺得應該可以跟民眾論述 為什麼要有這幾條 因為民進黨是很會論述 就是我為什麼要擋這個 包含連華東條例 也是誰拿進來罵 可是其實沒有華東條例 你以為民眾都知道嗎 有的人不知道 我意思是說既然是這樣 賴清島總統昨天也講 他把那個前後順序顛倒 民主多數要尊重少數 意思就是說 藍白你不要碾壓 可是後面他要補一句 少數也要服從多數 所以照這個講法的話 你只要一條一條的宣讀 雖然時間會比較長 讓民進黨每一次都投書 每一次都投書 這幾條 69條的法條的修正 是全部都可以過的 因為藍白加起來是過半的 但你現在弄的以後就變成 他會形塑就是 他是用把2014年的 那個太陽花的感覺抓回來 現在確實 我剛剛有經過那個 立法院旁邊 年輕人開始也慢慢多起來了 然後那個變狀皇后 也去現場聲援 有 我看到了 所以你這樣年輕人 就變成說好像藍白是反年輕人 可是這一塊 要附這2014 基本上是不可能 因為2014 當時的三個要求 現在目前已經都分散了 陳偉廷據說 他要回到立法院現場 去挺民進黨了 可是黃國昌 現在已經是民眾黨的立委 那那個林非凡又去當 國安會副議所長了 所以年輕人 現在沒有都挺民進黨 很多都挺民眾黨去了 只是說還是會給大家一個論述 就變成是這樣 那我是覺得 既然國會 是一個屬人頭的地方 就不要變成是打架的地方 每天那邊打來打去的 那今天如果沒有處理完 剛亮哥講 除非你一直挑燈業章過12點 繼續弄到半夜 把他全部都宣讀完 要不然一定還要到下個禮拜 要到禮拜五 這邊五二一次會 那我們現在是五二一次會 所以今天的會 是上禮拜五的延續 那看起來因為上禮拜打過禮以後 今天屬於論述比較多 就是文場 就比較沒有質地衝突 我覺得這也是好事 院長他的角色跟職能很重要 我想在西方的民主國家 都會非常尊重國會的議長 即使所有的國會議員 都尊重國會議長 因為他們知道 這個國會要有秩序 要有規矩 要有規則 要能夠讓所有的意識 能夠正常的運轉 這個國會的議長 扮演重要的角色 所以沒有人敢會去冒犯 國會的議長 對不起 西方國家民主在台灣 一概都不用 都是垃圾 因為西方的民主 在台灣都是垃圾 為什麼呢 因為在台灣的立法院 是無視於這個國會的秩序 無視於國會的規則 無視於國會的程序正義 因為那些都不重要 最主要是 我們的國會就是菜市場 我們的國會就是打架的 我們的國會是不講道理了 我們的國會就是 踐踏台灣民主的一個地方 所以國會議長就被踐踏 所以就不會去重視 國會議長的人身 是不能碰觸的 人身都不能碰觸 昨天好多人去抱他 不可以的 去拉他 禮拜五的時候那個賴慧元 整個把他這樣熊抱 因為尊敬一個議長的 最基本的方式 是不能隨便碰觸他的身體 這個才會有 國會議長的權威 那不能叫警察來嗎 當然可以 但問題就在於 以台灣現在的這種 國會議員的目無法計 本身是立法的人 結果自己本身目無法計 本身不尊重程序正義 本身不尊重秩序 然後他本身就是破壞秩序 然後打來打去 還演自衰 還演感恩球 然後還去抱女人 老闆在摔成那個樣子 什麼荒唐的事 荒槍著辦的事 全部都幹進了 你想想看 你找警察 警察被他貓 我還看到我們的警察 在外面維持秩序還被貓 警察還有苦難言 有氣忍住 警察在抓壞人 可是問題就是打他的這個人 其實應該來講就是壞人 結果他卻有個上方保健 說他是國會議員 他可以打你 你不能還手 你還不能把他逮捕 這個就是台灣的民主 台灣的民主真的死了 而且死得很徹底 是被誰搞死 我想台灣的民眾 應該看得很清楚 被誰搞死 我覺得韓國瑜 現在要做了幾件事情 就是說要強調 國會議長的軍演 人生的不可侵犯性 他的執掌 他的執權 他的意志要貫徹 為什麼 因為他一定要讓整個 意識的秩序恢復下來 不恢復整個意識的秩序 我們的國會 就像一個菜市場 我坦白說 今天民進黨反對的 可能哪一天 明天就是民進黨極力推動 而且再度發動國會的這種暴力 也要推動通過的法案 為什麼 當民進黨如果輸掉了政權 也就是不管是國民黨 或是民眾黨 假設他執政了 而不管是國民黨 或是民眾黨 他在國會取得絕對 相對多數 或者是取得超過 一點多數的時候 我相信當時的民進黨 絕對會要這個法案通過 因為他要人事權 要聽證權 要藐視國會權 等等他全部都要了 他要把所有的權力 都抓在立法院 所以他今天反對的明天 他可能就是極力要通過的 這個就是民進黨現在在玩的事情 所以我個人認為 他的那些舊梗沒有用 什麼年輕人會 越來越多聚在立法院 要複製太陽花運動 不可能 我斬釘截鐵的講 不可能 現在目前在立法院外面 就具體的各路人馬 跟10年前太陽花完全不同 10年前太陽花就是說 立法院是黑箱 其實當時我們講白了 以前時間也沒有那麼長 還要畫當年 就是反中 反中的聲浪擔心服貌 擔心貨貌 那就衝進去了 那當時的 還有另外一個條件 就在於 學生衝進去之後 台北市警方是 警政署有派人說 我們是不是要把它處理 就是把它排除 因為國會的立場 當時立法院的院長 王清平他反對 現在的院長是韓國瑜 如果真的 真有人衝進去 如果影響我們國會運作的話 那韓國瑜院長會怎麼做 因為還沒有發聲 我們就不預判 但是會跟10年前一樣嗎 第二個現在年輕人也不都是 站在民進黨這邊 我覺得論述很重要 就是說有一點感覺就是 剛剛前一段 前此主持人還在講有沒有 還跟我們的 這個戰情室的網友 就是好好循循善用 各位網友 我們現在目前看起來 這一條有沒有 他這個國會的藐視 國會罪裡面是只有公務員跟官員 不會是一般人 還要你來解釋 這就是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麼多的法條 你應該要每一個都跟大家講清楚 我們就是這樣以後 然後民眾要了解 然後我們去立法院表決 你贊成的贊成 反對的反對 就是藍白加起來都過半 可是因為現在太多條了 就很混亂 有人講說以後立法院 隨便比如說我們今天觀光業者 就立法院就找一個觀光業者 旅行社老闆來 你這個月賺多少錢 你講1000萬 結果是1100萬 關起來 因為你講錯了 沒有這回事 只有公務員跟官員 而且是在現場告訴你 如果你不具實回答 你也不願意提供資料 委員會裡面還要表決 委員大家同意說 我們要對不對 這個制裁你 你才有罪 但這些東西 老百姓怎麼會知道 大家都忙著做生意 大家都在生活犯覆手足 大家都很忙 所以他現在葫蘆村 找了一大堆錯誤的訊息的時候 你一次那麼多條 其實我真的 我真的 這個跟10年前有點像 這就有點像 因為當時大家也不了解 到底福茂在講什麼 以後我們就 EGFA也是這樣講 雙方找不到工 雙方找不到工 你們東西就去黑龍工 待會告訴你百光百夜 兩岸直航飛到收音機場 也講說戰鬥機會跟得一起來 下來以後會有 很多的這些什麼特勤 就會木馬屠城 所以這些訊息一開始 都會讓大家很誤解 可是你就必須要論 我們現在是民主社會 所以我覺得藍白 真的不要那麼急 因為你要讓民眾講 剛剛我們看那個影片 我們TBS放的那個影片 在論述說都沒有那個的時候 有一個阿比亞衝進來有沒有 不是已經討論對不對 都40次否決了哪裡沒有 他說你們車花 對 所以就不一樣了 現在已經不那個氛圍 可是總是還有一些誤區 我覺得我們是民主社會 把每一條講清楚 為什麼有這一條 而且還有一點 國會的改革 不是只有我現在看到 這些法條而已 議長開會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會只要排除 他一個西裝扯破 不能進來就不能開會了 然後過程當中 為什麼你可以表述 我們是民主社會 你就上去講你要講的 為什麼會弄到 打到都要送醫院 我覺得國會改革 不只現在看到這幾條 還有很多東西 我覺得也可以把它 一起納進來 會再一次來太陽花2.0嗎 做夢 做夢 絕無可能 絕無可能 你要知道太陽花 反對的福茂 那是攸關你的生活 國會改革只攸關少數人 我跟你講你可以去吵 那請問反滲透法 有充分討論嗎 對啊 反滲透法 那些里長後來被約談 他們知道他們會被約談嗎 知道個鬼 民主教育會普及所有人 然後國會才表決 我跟你講全世界 沒有這種民主體制 不可能 不可能 本來就是 我認為就是要速戰速決 以免夜長夢多 前戰預算 不是很快就通過 本來就是 請問前戰預算 8800億你知道 是哪些項目嗎 沒有人知道 知道個鬼 太拖 而且那時候再也怎麼黨 都擋不住 台灣的政治就是這麼簡單粗暴 你要還把他講到那麼理想 笑死人了 因為卓榮泰他表態說 揮何佳瑩會堅持 所以現在關鍵人物就是 經濟部長郭志輝 因為郭志輝要不要秉持 他在業界的專業 然後講一些真心話 如果經濟部長跟院長 有不同意見 那是不是就有一點空間 讓賴清德來拍板 我知道國民黨要修法 修法之後還是要行政 來決定要不要實施 就是核山言議簡單講 我坦白講我所認識的賴清德 除了台獨之外 他其他所有的議題 其實都沒有那麼意識形態 你就說他不堅持是不是 他只有台獨堅持 然後蔡英文是對社會議題堅持 所以兩個人右臉倒過來 就是蔡英文對台獨 反而沒有那麼意識形態 可是賴清德對其他議題 我認為比較有靈活的空間 其實包括廢死 包括核電 我覺得他的空間都比他用要大 其實這題很有趣 我現在我跟大家講 我的看法就是不會用核能 不會 就這麼簡單 就不會兩個字 也會研溢 研溢這件事 研溢就是繼續用 今年的7.16核三一號幾組 明年的5.17核三二號幾組 應該會如期如時的就把它終結了 但剛剛博弈在講 可是賴清德總統的 就只講說多元綠能 綠能就核能 沒有 你要知道我們的郭志輝經濟部長 到立法院去跟立委講說 他講說乾淨能源之後 馬上大家沒有注意 因為他是經濟部發新聞稿 經濟部在隔天立刻出一個新聞稿 核能不是綠能 當然去看就知道了 看我有沒有亂講 對 那是現在的經濟部 現在經濟部也是民進黨延續執政 所以此刻界定 剛剛亮哥講的是重點 因為美國就認為核能是乾淨能源 所以郭志輝講乾淨能源 歐盟界定核能可以視為綠能的一種 但賴清德目前看起來 就他看是不是 我的理解是他認為的不是 未來如果有一天 像SMR小型的核能的反應爐 或者是未來核非要能夠更有效的處理 被視為綠能的時候 他的未來他也許 當然他想要當8年 前4年可能沒有 短時間做不到 所以我就倒回來 你不要看童子嫻講什麼或怎麼樣 其實去年10月3號之後 童子嫻就跟賴清德有那個會談 就已經建議他用核能 當時賴清德就說不要 他不要的理由是說 我是選4年的總統 未來4年我看不到核能成為綠能 或安全處理核非要的技術成熟 所以台灣在未來的4年 如果我當選總統不會使用核能 這是賴清德先前的說法 會不會改變我們就一直在看 我認為是不會 亮哥你可以再補充一下嗎 因為這個就看夏天到底缺電爆發的次數 明月他如何 這個是很現實的問題 不是你要不要 而是電真的夠嗎 因為他現在得到的訊息一定都是夠 可是王美花跟郭志輝是不一樣的 因為王美花就是要卸任了 他管理那麼多 所以先照蔡英文的說法 可是郭志輝我認為他來自業界 他會尊重自己的專業 你不是為了